大家好 欢迎来到S解密 我是小S 今天我要说说这月球 月球平时我们都叫它月亮 那么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这月球未解之谜的研究 中国古代有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 那么在古希腊神话中也有象征美满婚姻的月神塞勒涅 古老的神话与传说 全新的科学研究 月球上莫名其妙的事件都预示着月球是可极不平常的星球 它正受着某种智能生物的控制 甚至啊 月球本身就是那种智能生物所建造的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 它在几万年前穿越茫茫的宇宙来到地球轨道上 而且啊 至今滞留在这个空间中 它究竟要干什么呢 1969年 美国阿波罗登月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登上了月球 但是啊 从那以后 美国突然停止了登月计划 美国总统里根还提醒人们注意外太空人的入侵 我们来看看美国登月后都发生了哪些离奇的事件 在美国第一次登月时拍摄了一幅照片 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发现了二十几个人类的脚印 所以美国终止登月计划很可能是迫不得已 这1968年阿波罗8号啊 一边接近这个月球表面 一边查看呢 要着陆时的地点 远回到那个月球背面时啊 发现了一个正在着陆的巨大飞碟 并且还成功地拍摄了照片 这个物体四周啊 有十公里那么大 当飞船再一次来到月球背面时 宇航员想再拍一个照片 可是那个巨大的物体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连一点着陆的痕迹都没留下 1987年3月 前苏联科学家也公布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消息 在月球的背面呢 有一个火山口中 停放着一架美国二战时期的重型轰炸机 你信吗 这架飞机的机身啊 核机上有明显的美国空军标志 飞机有些地方啊 已经被认识撞坏 我们还说说这太阳神十号太空船 在月球上空五万个地方 突然有一个不明飞行物飞升 这次遭遇 他们拍下了纪录片 1969年7月19日 太阳神十一号这个航空船啊 就载着三位太空人奔向了月球 他们将成为第一批踏上月球的地球人 但是啊 在奔月途中 太空人看到前方有个不寻常的物体 起初以为是农神四号火箭推进器 但呼叫太空中心确认了一下呀 谁知太空中心告诉他们 农神四号推进器距他们有千里的距离 太空人用双筒望眼镜看 那个物体呈挨鹿状 阿姆斯状说 像个打开的手提箱 再用六分仪去看 像个圆筒状 另一位太空人 爱德森说 我们也看到数个小物体掠过 当时有点震动 然后又看到这较亮的物体掠过 关于这神秘月球的传闻 如果没有听说过一个山岩女思 那么你一定是不完整的 这山岩女思实际就是女外星人 相传它是美俄联合登月太险队 在月球背面背回来的 来自月球的背面 来自月球背面的一艘 可能是数万年前坠毁的飞船里 据说呀 这山岩女思 就保存在美国绝密的51区 1976年 美书称联手发射了 阿波罗20号飞船秘密登陆月球 阿波罗20号收获巨大 拍到了月球上史前城市 远古飞船的禅河 还发现了一架上一年历史的飞船 这个飞船的体积相当大 大到有多大 有3000米那么大 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个20号的任务就是登陆并探索这架飞船 阿波罗进入飞船内部 找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外星人 这个女外星人呢 眼部有支架连接上 是一种放在眼部的仪器 估计是飞船驾驶员之类的 这宇航员用手中的工具 小心的取出支架后啊 女外星人眼中居然流出了 类似黄油的液体 该女外星人有了三只眼睛 长在额头上 我想啊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松果体 眼睛不像人类 但体型跟人类很接近 那宇航员把这女外星人啊 放到飞船里 在返回地球的途中 还拍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啊 清晰的看到 这个女尸就放在驾驶舱内 旁边的美国宇航局标志啊 也非常的清晰 从此啊 证明确实是真的 但我怀疑不一定是真的 这会不会就是中国传说中的嫦娥呢 这个女外星人运回来之后 你们永远想象不到 这个女外星人目前还具有生命特征 介于生与死之间的状态 从猜测看啊 会不会是休眠呢 在过去60年中 只有美苏两个大国登陆过月球 可是美国不愿意去探索月球的背面 而愿意探索月球背面的前苏联探测技术又落后 因此啊 导致在1959年拍摄的月球背面的照片呢 非常的不清晰模糊 由于月球背面始终背向地球 因此月球的背面对于人类来说 扑鼠迷离 关于月球背面 也流传着很多的传闻 比如说呀 说这个月球背面呢 隐藏着外星人的基地和外星人 月球背面呢 陨石坑存在穿越二战的轰炸机 月球背面呢 存在生命等等 这个谜团在60年来 成为一直困扰人类 直到2019年1月3日 这个谜团才终于揭开了 这一天呢 中国的月球登陆车 残鹅四号登陆月球的背面 这是人类首次实现在月球背面登陆 残鹅在月球背面登陆之后呢 残鹅四号不仅拍摄到月球背面 第一张全景照 而且还帮助人类解开 困扰很久的谜团 残鹅四号发现 月球背面并没有生命 也没有二战的轰炸机 更没有所谓的外星人基地和外星人 至于1959年前 苏联拍摄的第一张月球照片 背面出现的四个黑点 并不是传闻中的外星人基地 而是月球上自然景观 包括一座三千米高的山脉 两个海洋挖地和一座无名高地 随着残鹅四号的解密 这个困扰人类60年的未解之谜 最终被揭开 月球的介绍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别忘了点击下面的小铃铛 订阅我的频道哦 也别忘了点赞 下期见 拜拜